三辆车困住想要离开的白色轿车 好几名男子当街拿着棍棒 不断敲打车窗 车内驾驶抗拒 现场不时传了有人大喊下车 这是26号清晨 警方前往基隆围捕 陈信嫌犯的场面 因为里面的人是切掉集团成员 不只女住户 吓到就连副总统萧美琴身旁的人 也被惊动 因为警察把他挡住 可是他突然就 转换方向就是加速的开走 然后警察就开了几枪 开枪地点就在副总统 永和的住家楼下 警方连续三天前后逮捕五名嫌犯 原来犯罪集团专门偷电缆线 也锁定虾皮制取电 足迹遍及北台湾 警方以车追人 发现嫌犯还跑去保二 总队新盖的大楼工地偷电缆线 之后就去汽车旅馆躲藏 为了追捕谢姓男子和蓝姓女子 新事局组成了专案小组 事前月区通报抓人 没想到这围捕的地点 居然离萧美琴的家这么靠近 因为这边是副总统 萧美琴的住家 也因此辖区警方固定有安排 人意在那边看守他的安全 但是昨天专案小组 来抓小偷的时候 只有月区都通报 说这会在仁爱路上面抓小偷 没想到却离副总统家这么近 也因此在开枪的第一时间 辖区警方跟国安人员 也都吓了一大跳 为了副总统安全 一般外面交给辖区 派出所远警看管 大楼里面则是有维安人员驻守 因为抓人地点不在大楼里 开枪当下所有人都被惊吓 事后副总统车队 由前倒车带头回社区 萧美琴回家后也得知消息 在创文发言 说案发当时自己人不在家 辛苦从台中上来抓嫌犯的警方 落枉的些信男子 因为冲撞警方被开三枪 汽车逃逸最后还是被压制 嫌犯躲藏在副总统 住家对面的汽车旅馆 也让这起围捕行动 惊动国安高层 TVBS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